吸三次 王星女子吸毒被抓 走进派出所时 她手上抱着宠物狗 刻意遮住肚子 除了隐约看出她身材微胖 根本没人知道 她已经怀孕九个月 她带回来的时候 她已经怀孕生日九个月 有问她说 你怀孕期间 是不是还有试用毒品 她说有 她每天要施打三次 吸毒孕妇即将临盆 但她完全没有想到 毒品可能对小孩造成的伤害 凌晨投诉汽车旅馆 并且施打毒品 她还公称自己毒瘾很大 自从87年就有吸食的习惯 现在怀孕这个是第二胎 她怀孕期间九个月 只有做过产检一次 王星女子有吸毒前科 连投诉汽车旅馆的证件 也是偷来的 另外警方进入房间搜索 除了在床头发现 吸毒用的玻璃球馆 浴室天花板也藏了 多达58只的注射针筒 还有毒品 警方证讯之后 依照毒品罪移送法办 不过碍于王姓女子即将临盆 没办法收押 检方只好裁定交保 由警方持续监控 王姓女子是不是又沾染毒品 TVBS新闻将军 艳庄雪平台中报道 而继续这个最先消息 大家关注 一架发航班机 昨天下午在巴西海上突然消失 连人带机 飞机上200多人也都一起不见 不过在刚刚来自日本媒体 一个最先消息 他们是引述巴西当地的报道 说西非赛内加官方提到 在他们的领海之内 出现了疑似飞机残骸 家属着急痛骂法国航空 因为消息混乱 他们不知道飞机上228人 是生是死 赶到机场作战的法国总统 告诉大家必须要做出最坏的打算 因为这架法航AF447 原本要从巴西里约热内卢 飞往巴黎的客机 起飞才几个小时 就在大西洋上空 遇到强烈乱流 飞机接着就发回自动警讯 显示机械故障 没想到信号发出没多久 飞机就从雷达上消失 飞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众说纷纭 这架飞机是在2005年交付使用 按照航空业界的标准 是一架相当新的飞机 飞行性能良好 而飞机的机体都有避雷装置 之前就有人拍摄过 飞机被雷打中 却安然无视的惊险画面 只是当时飞机正好也遇上乱流 壁雷装置是不是因此失效 也成为相关单位 追踪调查的方向之一 飞机在失联前 曾经自动送回零件故障的讯号 这很有可能是 这架飞机所留下来的最后讯息 因为要找到飞机上的黑盒子 犹如大海捞针 巴西与法国分别出动船只 跟侦察机在海面上搜索 美国跟西班牙也伸出援手 不过到现在 还是找不到飞机的踪影 第一月新闻综合报道 而在台北呢 今天国际电脑大展开幕 本来大家等待的是上千亿的商机 只不过今天早上比较让人意外的是 场外出现了分贝很大声的抗争活动 记者林婉婷也要告诉大家 到底发生什么事 市主播这科技一年一度的盛世 Computex电脑展呢 今天是盛大的登场 行政院长刘兆雪呢 还特别到现场来主持开幕的仪式 不过这个开幕的仪式还没开始之前呢 现场就已经有电脑科技业的员工 在现场来做抗议 来看看稍早之前的采访 机会为今生气 我们现在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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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